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唯独没有当时在西方名造一时的黄柳霜 因为说他的荧幕形象代表的是旧中国的中国人的一种形象 他们需要的是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这个新的一种形象 中国人也有精英 因此就说黄柳霜应该说是很可惜的 或者讲是很无奈的于这么一次很重大的一次事件就擦肩而过 作为默片时代 好莱坞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华裔女星 尽管他量力动人 表演才能有目共睹 但在种族歧视排华的年代 他只能扮演长绩 或者是为爱牺牲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女人 在影片中一次次的死去 这使他毅然决定放弃好莱坞去欧洲发展 他和他的姐姐在1928年到了德国 当时的德国也很少有中国人 总共只有700多个 而一半都住在柏林 面对生疏的国家和无法交流的语言障碍 黄柳霜充分发挥了他非凡的语言天赋 仅仅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就能用流利的德语与同行交流 并受到了德国著名导演杜克的赏识 拍摄了许多电影 轰动了整个欧洲 几年后 他带着在欧洲取得的辉煌成就 又回到了好莱坞 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华裔好莱坞明星 在黄柳霜旅居德国期间 他遇到了良友的总经理伍连德 黄柳霜很详细地询问了 关于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使他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在美国在欧洲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以后 他也开始就是说对自己演的角色就是注重挑选 就是说那种游路中国人他就坚决巨人 然后在有些舞台剧演出以后 他也到结束羡慕的时候 他跑到台上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在舞台剧上演的角色 可能是给你们一些不正确的那种对中国的观念 但是我也向你们声明 就是中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其实黄柳霜在和中国文化人的交流中 也给中国的文化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世纪30年代 著名的新闻记者哥公正先生 在会晤了黄柳霜回到上海之后 在邹涛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上 撰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海外悬念祖国的黄柳霜 讲述了这位华裔好莱坞明星的爱国之心 涛奋先生也特意在文章后复言表示同感 其实早在美国的时候 黄柳霜就认识了林语堂先生 后来又把这位著名的中国作家 引进了纽约文学界的上层 他并拜读了林语堂先生所撰写的《物国与物民艺术》 因此长期以来他一直对中国充满想法 黄柳霜抱着渴望了解祖国的心愿 终于在1936年2月9日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他之所以首先选择上海 和30年代上海极具繁荣的景象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黄柳霜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时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头上戴着一顶他自己设计的黑色礼貌 他觉得 只有一声黑色才能表达他对上海的敬意 也许是此前大家在报端对黄柳霜有了新的了解 所以在码头上 他受到了上海各界的热烈欢迎 各大报纸都刊登了黄柳霜到达上海的消息 成为当时的热点新闻 在一次专访当中 他说谈到他20年代在德国的时候 虽然也受到当地人的一种欢迎 但是他觉得 他是这样一个欢迎队伍当中 这样一个圈子当中 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他感到一种强烈的一种孤独 那么在当时他就很强烈的盼望 能够在自己的祖国 能够受到隐秘的欢迎 那么于是就说 在30年代他来到上海之后 他觉得这样一个场面 是他期盼已久的这样一个场面